偶然在商都街上碰见夏大军 刘芬是有点恍惚的 回家他也没告诉女儿 怕扰乱夏小兰的心境 倒是在电话里和汤洪恩说过一嘴 带着笑 看样子是家里有人去世了 想来想去 去世的人应该是夏老太吧 汤洪恩问他怎么想的 刘芬坦白说没什么感觉 好像和我没啥关系了呀 我还以为自己会很高兴 夏老太是个刁钻刻薄的乡下婆婆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没跳出那个环境时 刘芬觉得夏老太是压在头顶的大衫 让她喘不过气 夏老太说一不二 在夏家有无上权威 刘芬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反抗 也不觉自己有能力反抗 可真的迈出了第一步 后面的一切好像就顺理成章了 坏是真的坏 但我又觉得这种坏很可悲 是愚昧可怜的坏 因为她啥都不晓得 眼睛只能盯着夏家那一抹三分地 只能折腾夏家人 我不晓得自己说的对不对 但我和以前不一样了 她到死都没有变化 还是我过得要幸福些 刘芬的话 把汤洪恩心上的小褶皱都熨烫平了 这几天 她工作上遇到点麻烦 本来有点气不顺 刘芬的心态影响了她 阿芬 我很骄傲 我也为你高兴 是前任恶婆婆死了高兴吗 不是这样的 因为刘芬真是汤洪恩亲眼见着 一点一滴蜕变的 刘芬不因为夏老太死而幸灾乐祸 不是刘芬傻 不是她圣母 是她的人生已经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 丢掉了过去 迎来了新生 不仅是生活品质 不仅是地位身份的改变 还有看待问题的境界上 阿芬的世界越来越精彩 她自己做服装生意 她到过很多地方 她还去了两次美国 再掉头回往过去 她觉得夏老太愚昧又可悲 汤洪恩很高兴 她和刘芬结婚后 没有把刘芬的成长给限定死 刘芬还在进步 刘芬和汤洪恩聊过 自己就更不当回事了 她甚至不会去想 如果不告诉小兰 不让女儿以孙女身份表示下哀悼 会不会有人指责 有什么好指责的 既然早早没了瓜葛 又何必假惺惺演戏呢 人活着 还是要讲究自己痛快 反正她和小兰没干过亏心事 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 像老汤说的那样 现在有多少人敢当面说她不对 有意见还不是要憋着 刘芬活得更自我了 她挣脱了先天家猪在她身上的牢笼 这事她说过了就抛在脑后 过了两天是周末 汤洪恩没提前打过招呼 自己却来了商都 刘芬心里感动又好笑 我是真的没啥事 汤洪恩笑笑 我没说你有事 就是想来看看你 怕你在商都吃不好睡不香 夏小兰听不懂两口子在打什么哑谜 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觉得自己挺惨的 已经熬着心血在画设计图 还要被喂狗粮 这段时间 夏小兰基本上是与世隔绝了 她不知道在鹏城 一些事还是无法避免的发生了 如果知道了 夏小兰也会感叹 老天爷或许有攒盒饭的爱好 发起盒饭来很疯狂 我活不久了 南海酒店 伊万威尔逊将乔治叫到了自己房间 乔治心力焦脆 请您不要这样 我必须尽快回美国 为母亲请律师 上帝 我真的难以相信 过了这么久我才知道这个消息 威尔逊夫人在美国被捕 消息居然被捂住整整半个月 乔治刚刚得知 她震惊之余 自然想要赶回美国 为母亲的是奔走 父母破产 她名下的财产却是无损的 她能请最好的律师 就算要和小叔叔哈罗德斗争到底 她也要尽量为母亲脱罪 入室盗窃不算重罪 谋杀未遂却不一样 乔治整个人都是混乱的 她母亲怎么会试图谋杀蒂娜 连她都把蒂娜当成小妹妹 虽然年纪差得太远 她又被纪亚生病的是占据了心神 但她的确对蒂娜有怜惜啊 是哈罗德吗 这一切是哈罗德做的吗 乔治混乱又愤怒 想要找哈罗德对质 伊万却无比冷静 收起你那些可笑的想法 你母亲被逮捕的事 我早就知道了 是我故意不告诉你的 你请律师为她辩护 让她无罪释放 并不是好的选择 乔治 我再告诉你一次 我活不久了 计划失败了 我和你母亲会遭到疯狂的报复 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一个人死 总好过两个人一起死 伊万给乔治讲了她和妻子的计划 乔治完全接受不了 伊万已经没有精力去安抚儿子的心情了 听着乔治 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非常糟糕 无法挽回的地步 这是我的选择 赌赢了 会得到我想要的一切 但我们赌输了 我和你母亲对最坏的结局有心理准备 但是到临头 我希望由我自己来接受惩罚 答应我 替我照顾好欣西亚 至少要照顾好你自己 贪婪是人类的原罪 我们拥有了很多 却想要拥有更多 乔治不愿意听这样类似疑言的叮嘱 不 一定还有办法解决 我会去求蒂娜 也会去求哈罗德叔叔 我带着你们离开 再也不会来华国 也不生活在美国 我们一家人可以去某个欧洲小国生活 一定会有办法的 乔治痛苦捂着脸 泪水从这个美国中年男人的指缝里流出 伊万非常强势 不 我绝不对哈罗德低头 我知道他已经回来了 你去请他来见我一面 如果他不愿意 你就和他讲讲那匹叫月亮的小马 和他讲讲胡桃树下的鞦韆 我相信他还记得 老伊万逼着乔治去请哈罗德 乔治也觉得自己需要和哈罗德聊一聊 我恳请您 恳求您 改变主意 一切都没有到最糟糕的时候 我还能挽救 老伊万摆手 能不能挽救 你说不算 快去找哈罗德来见我 乔治走到了门口 老伊万忽然又叫住他 乔治 父亲 您 我忽然觉得 去欧洲某个小国生活 是个不错的主意 或许在那里 你能遇见下一个让你如此喜欢的女人 伊万改变了悲观的态度 乔治也有了点希望 他也希望能重新开始 乔治匆匆离去后 老伊万仔细给自己刮了胡子 打开衣橱 取出熨烫整齐的西装 打开手提箱的暗格 取出一把小巧的左轮手枪 难难道 威尔逊家的人 就算是迎来死亡 也不能丢掉最后的体面 什么叫最后的体面 不要在敌人面前摇尾起连 如果死亡无法避免 他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 自己扣向班机的话 他至少可以选择时间和地点 选择他可以穿哪套衣服 如果把选择权交给别人 那些人可能会将谋杀制造成意外 像车祸什么的 死得太难看了 碰 老伊万是自私的 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能是为乔治和新西亚做过考虑 却绝对没替酒店考虑过 乔治在高尔夫俱乐部找到哈罗德 按照老伊万说的那样 提起了胡桃树下的鞦韆 提起了那匹叫月光的小马 老伊万和哈罗德之间 尽管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 你死我活的地步 但他们也曾有过温情 很多年前 伊万尚未老 哈罗德尚年幼 这对兄弟的感情还是非常不错的 伊万那只狡猾的老狐狸 他是故意让乔治来示弱的吗 这是哈罗德的第一个念头 乔治 我能决定自己做什么 但我不能决定别人怎么做 你父母招惹到的是一群黑帮分子 哈罗德下意识推诿 话说到一半 他忽然紧紧闭上嘴巴 伊万应该比他更清楚 张家洞留下的是一群什么样的危险分子 我们去酒店 哈罗德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乔治比哈罗德年纪大 却还没反应过来 他认为是自己说服了哈罗德 他有点高兴 哈罗德叔叔 我发誓 我们会很低调的在欧洲生活 哈罗德什么都没说 两人到达南海酒店时 已经感觉到了异样 外宾死在了南海酒店 惊动的可不仅是基层派出所 还有最快抵达现场的市局同志 老伊万死于枪杀 公安勘察现场 初步判定是持枪自杀 房间并没有被强行进入的痕迹 保洁员听到枪声 敲门后无应答 伊万威尔逊已经在南海酒店住了很长时间 他为什么忽然持枪自杀 公安希望能从乔治嘴里得到些许线索 乔治的情绪完全崩溃 他的抗压能力太差了 哈罗德没有理会公安的劝阻 走进房间 老伊万躺在床上 自己把自己抱了头 哈罗德看着他的尸体失神 他当然不会像乔治那样崩溃大哭 哭泣是弱者的表现 威尔逊家族的掌舵者 不可能是弱者 也不知这一刻 他是否真的想起了那匹伊万送的 您叫月光的小马 还有那架由伊万亲手搭在胡桃树下的鞦韆 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哈罗德先生 艾伦管家认为 哈罗德此时会很悲伤 哪怕哈罗德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有的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做强者 强者不允许自己流泪 这件事里到底是谁做错了 谁对谁错也没多大意义了 哈罗德转身离开 没有理会悲伤失控的乔治 他只是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 两个小时后 告诉了艾伦他的决定 撤销对新西亚的指控 如果蒂娜那边有阻力 让他们来找我解决 送他们去欧洲 第一个他们 指的是张家栋留下来保护蒂娜的人手 加上愤怒的徐家人 张家栋的人 加上徐仲义 都想要伊万和新西亚的命 哈罗德袖手旁观 甚至乐见其成 这是伊万自杀的主要原因 老狐狸知道自己失败了 他不摇尾起怜 他只是把命摆了出来 赌哈罗德会心软 会放过新西亚和乔治 乔治本来就没参与计划 主要还是新西亚 伊万显然赌赢了 哈罗德说的第二个他们 就是指新西亚和乔治 先生 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些事 艾伦管家在心里叹气 哈罗德先生是不会向任何人 展示他的悲伤的 如果有一个人能安慰下 哈罗德先生 该多好呀 可惜并没有 强者不允许自己流泪 他也没有真正的朋友 没有爱人 贯穿他一生的 是不断累积的财富 是不断累积的孤独 艾伦管家向上帝祈求 希望他所照顾的雇主 能受到上帝的一丝眷顾 夏小兰是从 季江源嘴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那时候 他刚画好博物馆的初步概念图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的很难说 夏小兰在汤红恩身上感受到了负爱 季江源同样从乔治身上感受过 尽管乔治和季雅的婚姻延续期特别短 美国的亲子关系更不具形式 但乔治是真的想做好继父这一角色 努力向季江源传递过善意 乔治叔叔离开华国了 带着伊万的骨灰 他会先回美国去接威尔逊夫人 随后启程前往欧洲 他会在欧洲定居 并且希望自己能在那里遇到一位叫他喜欢的女士 这是伊万先生对他的最后期待 季江源说起这些 甚至红了眼角 老伊万死的当然不冤枉 现在不自杀 以后也躲不开别人的追杀 季江源是舍不得乔治 虽然乔治邀请他以后有机会去欧洲玩 但季江源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乔治叔叔 他和乔治的羁绊 是建立在乔治对他妈季雅的喜爱上 老伊万的死亡 让乔治决定离开华国 远走欧洲 这个决定就是彻底放弃了季雅 是的乔治和季雅离婚 并不是彻底放弃季雅 这几个月来 乔治在彭城和港岛医院两地跑 他肯定希望季雅的病情能好转 也希望季雅能找回爱人的能力 结果不太如意 乔治最后去了一趟港岛青山医院 问过季雅愿不愿意去欧洲疗养 仍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季江源舍不得乔治 却又觉得这是对乔治的一种解脱 人在彻底的失望后才能走出伤痛啊 夏小兰不知道说什么 季雅还能遇到第二个乔治吗 基本不可能了吧 夏小兰只能问季江源 那你呢 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 我从高尔夫俱乐部辞职了 我知道这件事并不是哈罗德的错 但我对继续留在俱乐部工作感觉非常不舒服 我会在学校里安心待一段时间 想好自己真正要走的路 夏小兰能说什么呀 她只能给季江源鼓励了 别忘了 你还有我们 季江源点头 知道了 我没有那么脆弱 如果需要帮忙的话 我一定会向你开口 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一个可能会向你借钱的季兄 很可怕 才不可怕好不好 除了那种无赖 会向一个人借钱 才说明关系的亲近 夏小兰倒是很乐意借钱给季江源 没有汤洪温的关系 她和季江源也本该成为朋友的呀 如果你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开口 借钱不是大事 问题是季江源要借钱用在哪里 就像季江源说的 她从高尔夫俱乐部辞职 是想冷静一下 找到自己适合的路 夏小兰心里觉得这个时机有点不划算 季江源从头到尾都在跟高尔夫球场的项目 如今才是真正的售获期 她在俱乐部里 也算一个中层管理 她为那些会员服务 可以积累到非常丰富的人脉 以季江源的智商 怎么会把自己放在服务员的位置上 她会摸清会员的生活习惯 知道他们的背景 这个工作 绝对是以后失业的好起点 还是情感超过了理智 理智上季江源觉得哈罗德不算做错 情感上 她却接受不了哈罗德如此冷酷对待乔治 没办法再替对方工作 干脆辞职 季江源开玩笑说借钱的事 说完又想起另一件事 我问过银行了 Elegance被一个港岛鱼姓女商人接手了 她似乎想保留Elegance这个品牌 她还以为夏小兰买走Elegance是十拿九稳的事 没想到被人截了虎 虽然Elegance品牌得以保留的话 她妈肯定很高兴 不过季江源并不打算当个特别孝顺的儿子 季雅的情绪不能大起大落 让她得知品牌得以保留 为准她的病情又会有新的变化 输了就是输了 何必再有不该有的希望 如果季雅创建服装品牌 是在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业 季江源会非常高兴 但季雅却是要拿这个当武器 算了 这样的事业还不如没有呢 港岛的于姓女商人 对方也是做服装的吗 好像是做纺织的吧 那可真有点巧 夏小兰一下就想到了 称隆集团的春明宴 她在春明宴上 结识了杜称隆的一个朋友 姓于 家里也是做纺织的 应该是同一个人 那位于女士 好像叫于诗化 于诗化和杜称隆关系不错吧 CIR投资敢一家拍下Elegance 夏紫玉并不仅是要恶心她呀 这是在渗透杜称隆的交际圈 意识到这点 夏小兰心中真是不太爽力 杜称隆的老色鬼 真是越老越糊涂 直到季江源来找她前 夏小兰都是与世隔绝的 大家都知道她在做很重要的设计 不会拿其他事来打搅她 所以 等季江源打破了她这个状态 夏小兰从与世隔绝的壳子里 钻出来一打听 才知道形势在变化 第一 杜称隆对夏紫玉支援的力度特别大 CIR投资公司的办公地点 就设在称隆集团的大楼里 夏紫玉基本上每天都要去公司报到 和杜兆辉起了不少摩擦 好消息是 CIR除了拍下Elegance 暂时还没有做出其他让人眼前一亮的投资 坏消息是 夏紫玉和杜兆辉的摩擦中 杜称隆对待两人的态度并无偏向 这不是公平 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在私下里 杜称隆随便怎么宠夏紫玉都无所谓 在公司里 他应该旗帜鲜明的站在杜兆辉那边才对 就算杜兆辉和夏紫玉的摩擦 是杜兆辉有错 也理应这样 杜兆辉是杜称隆自己选出来的继承人 起码外界是这样看的 杜兆辉自己也这样认为 称隆集团其他人也如此想 杜称隆都不给杜兆辉面子了 杜兆辉在公司里怎么能站得稳 第二 杜兆鸡回港 接手了杜家的走私生意 这个自然是找阿华打听的消息 他和杜兆辉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并不是夏小兰忙起来就忘了杜兆辉的事 他倒是想和港岛杜家撇清关系 夏紫玉出任C2投资的执行董事后 这就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奢望 不 更早之前 夏紫玉当了杜家武一太 就不会放过夏小兰了呀 这一次 夏小兰打听消息 联系上的 依然不是杜兆辉 而是杜兆辉最忠诚的保镖兼司机 兼助理的阿华同志 杜兆鸡真的接手了杜家的走私生意 是的 夏小姐 那刘天泉呢 那胖子会这么容易就交出走私生意吗 夏小兰觉得不太可能吧 刘天泉失踪了 夏小姐 您可能会怀疑这个说法 但一个大活人 就在大少眼皮下失踪了 大少现在很恼火 腹背受敌 正面是夏紫玉 背面是杜兆姬 杜兆辉当然会过得很艰辛 但刘天泉失踪 怎么可能 夏小兰更愿意相信 杜兆辉趁着刘天泉失势 已经将对方绑了石头丢海里喂鱼了 刘天泉几次想要杜兆辉的命 杜兆辉会选择这样激烈的报复手段 不奇怪 可阿华却坚决否认这点 还反过来提醒夏小兰 注意安全 夏小姐 刘天泉一天逃窜在外 大少就一天睡不踏实 真跑了呀 不可能吧 杜兆辉怎么会允许刘天泉跑掉 夏小兰神色一领 最近总是有很多不合理 不可能发生的事 偏偏发生了 第一个 一辈子不把女人当回事的杜兆荣 开始捧夏紫玉当女强人 第二个 一大把年纪 还想着夺权的老一万 在计划失败后没继续反抗 选择自杀 第三个 颇有商业天赋的 国外名校念商科的杜兆基 选择回港岛接手杜家的走私生意 第四个 失事的刘天泉 在杜兆辉的严密监视下失踪了 把第二件事抽掉 其他三件事都是有关系的 世上没啥事是绝对的 如果一些事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却仍然发生了 只能说明 是有人想要他们发生 谁有这个本事 白手起家 非白两道通吃的杜兆荣 夏小兰把博物馆的出稿带上 告诉刘芬 妈 我想把设计拿回彭城做 怎么又要回彭城了 刘芬有点疑惑 不过也没多想 可能在商都没了灵感吧 做设计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灵感 刘芬马上把所有东西都打包 跟着夏小兰回彭城 弗兰克等人都快崩溃了 那也没办法 跟着跑呗 跑来跑去的建筑师 又不仅只有夏小兰一个 现场都勘察完了 他愿意拿到月球上去 做后续设计都没关系 只要弗兰克等人 能搞到去月球的旅行票 一切都OK 弗兰克愿意跑 是因为又能换个城市吃吃吃 其他人毫无怨言 或许是因为夏小兰的初步设计稿 让他们有点惊艳吧 有幸见过初稿的人 哪怕不是建筑师 也是顶级建筑期刊的记者 怎会没有审美能力 他们都认为自己在见证 某个作品的诞生 不是每个建筑师的工作 都能被称为作品 大部分建筑师只是领取报酬 完成该做的工作呀 就连不靠谱如弗兰克 一边深陷于商都的各种美食 一边给朋友凯瑟琳打电话时 也是这样说的 挡不住的 他真的挺有天赋 那种介于现实冷硬和虚幻柔软的感觉 真的很迷人 凯瑟琳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他的作品很冷硬 很商业 却又有一种别样的魅力 弗兰克 你又嗑药了 不 哈尼 我没有嗑药 我在华国根本找不到能嗑的药 我拒绝和你交流 我要去机场了 弗兰克愤愤挂了电话 想到夏小兰的作品又笑了 哈哈 萌得道森那个讨厌鬼 居然为自己惹上一个这样有潜力的对手 弗兰克幸灾乐祸 夏小兰不知道弗兰克等人在想什么 他只知道自己离开商都时 那群看起来很穷的建筑师很舍不得他 好吧 他们不仅是看起来很穷 是真的很穷 穷到不能随心所欲放弃工作 也不能像弗兰克等出公差的外国友人一样 跟着夏小兰说走就走 夏小兰给他们出路费 他们又都拒绝 好好画 小夏 你这个博物馆要好好画 别着急 计算好数据 不要只图空壳子好看 夏小兰感动又好笑 各位 我还要回商都的 时间不定 但这个项目 我绝对是从头负责到尾 咦 是吗 那是哪个混蛋先开始伤感的 搞得大家很尴尬呀 看起来很穷的华国建筑师们 大多数脸皮还薄 你扯我我推你的 像屁股后面有狗在追班溜走了 弗兰克咬着火烧跑过来 夏 华国建筑师们真可爱 她明明不富裕 却不接受你的大方馈赠 很有意思 夏小兰瞪她 你觉得哪里有意思 华国建筑师们穷 是因为华国经济还没发展起来啊 夏小兰也不愿意让同行们那么穷好不好 她一个人不可能给所有华国建筑师们发工资 而且 只是华国建筑师们穷嘛 不见得吧 有非常多学识满腹的人 都过得很清贫 所以才有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弹的说法 这也不是夏小兰靠一个人力量能改变的 她也只是一颗小螺丝钉 其他人说就罢了 弗兰克一个外国人说这话 夏小兰多少有点敏感 她觉得对方是猴食肉迷了 事实证明 夏小兰是过度敏感了 弗兰克把火烧塞到嘴里 拍拍手道 你有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对吗 你有没有考虑过 增加一个外国合伙人 你觉得我怎么样 弗兰克想当启航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他创办的又不是大众点平往 合伙人只会吃吃吃就行 开个玩笑 弗兰克并不是只会吃 这人还是有点本事的 虽然暂时处在失业的状态 那也不是找不到工作 明显是自己想给自己放长假 至少 蒙德道森就曾经邀请过弗兰克一起工作 蒙德的人品不好 专业水平却很强 这样的邀请足以证明弗兰克的能力 为什么 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是不是他听错了 他主动提出要加入一个小小的华国事务所 却被询问加入理由 华国的东西很好吃 华国人很有意思 弗兰克发现夏小兰没开玩笑 他也开始扳手指讲理由 重要的是这份工作很有挑战力 我发现华国的建筑师收费廉价 但他们的能力并不差 如果我能开辟一些华国以外的业务 我想自己也会有可观的报酬 原来弗兰克不仅是喜欢吃 他有自己的想法 这或是想利用华国建筑师的收费低廉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步子是卖的大了些 却也是一种能让启航事务所快速发展的方法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启航事务所如果能多接一些国外的项目 他在国内的认可度会蹭蹭上涨 墙外开花 在转墙内乡 夏小兰并不反对 但他也没有权被弗兰克带节奏 生意人的精明没丢掉 客户资源你自己联系 你能拉来的 给你算合伙人提成 底薪不能按照GMP那种国际大所来 只能按我这边的薪酬标准走 弗兰克哇哇大叫 你这么抠门 会失去我这个朋友的 夏小兰耸肩 失去就失去吧 我知道你能带来国外的客户资源 但没有你 我自己也能办到 等我做完博物馆的设计 两本建筑类顶级期刊替我宣传 协会也替我证明 我就可以带领启航事务所接触到国外的客户 OK 不要说了 成交 真的太过分了 建筑师就好好搞设计好了 这么年轻 还要有这么好的脑子 这不是要逼死人吗 在飞往鹏城的飞机上 夏小兰和弗兰克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 弗兰克会成为启航事务所的合伙人 下了飞机 弗兰克就打电话给协会总部 表示自己无法再胜任监督的工作 协会总部很头疼 询问弗兰克原因 弗兰克 我们认为你在华国度假和工作兼顾得很愉快 是的 很愉快 所以我想留在华国工作 哦 就是和夏一起工作 这样我的立场就不公正了 你们赶紧派其他人来接受我的工作吧 弗兰克是认真的吗 之前 这人还拒绝了蒙德道森的邀请 现在却决定要和夏小兰一起工作 夏小兰的事务所 在华国的规模很大吗 协会总部的人心里耿着这个疑问 他们是不懂华国文化 若是懂 肯定要冒出那具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派个人去监督夏小兰做设计 这人却中途倒戈了 协会找谁说理去啊 启航事务所的规模一点都不大 当然 夏小兰绝非抠门的老板 事务所办公环境有模有样 和GMP那种国际大所是不能比了 却要比省监院这样的单位强好多 事务所人少 地方却宽敞 夏小兰带弗兰克逛了一圈 弗兰克只要求有个单独办公室 我知道 我得表现出自己的实力 你才会对外公布我这个合伙人 对不对 那是当然 事务所里已经有了两位资深建筑师 他们也没当上合伙人 他们和我的关系更亲近 只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他们都在适应新的工作模式 现在有了你的加入 我也能趁机宣布全新的竞争机制 夏小兰说的是孔永泉和侯奇 人家在起步阶段肯跟着他 夏小兰不会忘记这份情谊 但做事业 不能什么都讲情分 她在薪酬方面也没亏待过谁 适应了这段时间 两人应该拿出更多成绩了 弗兰克就是夏小兰 投放到事务所的一条年鱼 弗兰克能找来国外的客户资源 孔永泉和侯奇同样要努力开发国内的 谁为事务所带来足够多的利益 谁就有资格当合伙人 拿更多的项目分成 竞争会让人更努力工作 如果大家都做得好 夏小兰也不介意瞬间多出三个合伙人 说真的 她没指望靠启航事务所赚多少钱 总不会比在穷岛炒地皮赚的更多呀 在穷岛她都能克制住贪念 适可而止 启航事务所能赚的钱 相较来说更是毛毛鱼 但事务所可不是温水煮青蛙的养老之地 夏小兰希望她能变成一把锋利的剑 跟着她一起在国际建筑圈披荆斩棘 仅仅靠她一个人 再怎么把名气吵起来 也没有那么多话语权呀 英国有福斯特 德国有GMP顶级的事务所 希腊顶级的建筑师 华国也应该有这样的机构 夏小兰有雄心万丈 弗兰克看得清楚 愿意加入启航就是这个原因 一个建筑师有令人惊艳的专业天赋 她只能成为一个知名建筑师 如果她同时还兼顾了别的特质 她会成为下一个冯格康 启航会成为下一个GMP 说起GMP的创办经历 也挺传奇 在60年代 还是建筑系学生的冯格康和马格 在西柏林泰格尔机场设计竞赛中 一举中标 马上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随后干净漂亮地完成了 泰格尔机场的设计建造 这是传奇开始的地方 冯格康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 同样是杰出的创业者 领导者 在德国其他事务所普遍小型化 设计项目渐渐萎缩的背景下 能让GMP事务所逆势发展 这就是一个建筑系学生能办到的事 既然有建筑系学生能做到这点 为什么夏小兰不能做到 难道因为她是华国人 是女性 就不能取得成就吗 弗兰克很看好夏小兰 经过这段时间的近距离观察 她认为夏小兰具备了成为下一个冯格康的特质 弗兰克的心思 夏小兰了解的不完全 如果真的全都了解 她应该也是拒绝的 她的努力 可不是要成为下一个谁 她努力做到最好 只想当独一无二的夏小兰 而不是模仿其他任何人 总之 弗兰克能和夏小兰一拍即合 是双方都有需求 但弗兰克的加入 以及夏小兰宣不要开启合伙人竞争机制 却让孔永泉和侯齐有了危机感 这两人寻思半天 与其自己胡乱猜测 不如去问问毛康山的意见 毛康山把孔永泉喷得无地自容 你怕自己比不过一个外国人啊 是我没把你教好 还是这么多年 你的专业技能水平在倒退 不是 老师 您听我解释 毛康山中气十足 我不听 我就问你 你师妹有没有亏待过你 小兰那丫头最有良心 你们加入事务所 她给你们的薪酬只高不低 现在不就是来了外国人吗 你这就怂了 外国人能做到的事 你就必须给我做到 还要做得更好 毛康山现在观念也转变了 和从前不太一样 她从前可固执呢 不太在乎啥报酬收入 更不会自己去找项目做 可当了夏小兰的老师 潜移默化被夏小兰洗脑 付出了劳动 付出了知识 为啥不能讲报酬 知识分子谈钱并不可耻 靠自己本事赚的钱 应该骄傲才对 她倒是不讲报酬了 临到老了 两袖清风 还要委屈老七和她一起爬高楼 看看人家宁艳凡多想得开 付出劳动收报酬 也没见宁艳凡被鄙视 孔永泉被毛康山喷得狗血淋头 和侯旗两人面面相去 算了 也只能耿着脖子往下走了 既然跳出了原来的工作环境 哪还能那么安逸 等着单位分配工作 外国人能拉来国外的客户 他们就努力发展国内的 不试过 咋知道自己不行 美国纽约 新西亚被逮捕一个月后 身上的指控被撤销 人也被释放 在这一个月里 她也只能和律师见面 重获自由时 外面的天都已经变了 只有乔治来接她 不见老一万 新西亚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获知真相后 双腿发软 乔治扶着她 母子俩抱头痛哭 接对面 一辆车子停着 蒂娜隔着车窗 静静看着对面相拥哭泣的母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